我们说台北县的中永和地区 外来人口比较多 而面食当然也比较多了 接下来我们带您到 中和庙口对面的一家锅贴小店 这家店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 他们家的特色就是选用 母猪的前腿肉做馅 绵密又不会有新山味 师傅煎出来的锅贴 外皮酥脆 里面还有汤汁呢 每天可以卖上一万多颗 好吃 赞 又酥又脆 一定要来吃 香脆焦黄的外皮 透着酒黄香的内馅 一咬就停不下来的锅贴 是台北县中和在地人的最爱 这间位在中和广基宫庙口 对面的锅贴小店 可是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每天早上6点半一开门 就吸引大批的陶客前来 一颗颗闪着亮光的锅贴 每天现包现尖 独特的滋味 每天都可以热卖上万颗 锅贴它就是皮脆肉嫩 外脆内嫩 那我从这边 我从国小 从国中就吃到现在 最主要是它的肉 馅很鲜甜 很好吃 我经历差不多两三天就来试一次 一吃就任何上瘾的锅贴 每天早上新鲜获限 高丽菜丝以及姜末先搅拌均匀 加入冰糖 盐巴等调味料 稍微的调匀再加入主角肉末 店家精选母猪的前腿肉 肥肉瘦肉有适当的比例 慢慢的将肉末搅拌到免细 我们的肉是用母猪的肉 因为公猪的那个肉 比较有那个善味 煎起来那个味道不香 打成黏黏稠稠的肉末 还要淋上麻油 比起走黄提出香气 还有葱花增添口感 充分融合均匀的馅料 还要先放在冰箱冷藏一会 让肉质可以更为的紧密 包锅贴的皮也是店家请师傅特制 做的就是特别的薄透 装起满满的肉馅放在锅贴皮中间 两面一压就包好了 锅贴要好吃 怎么接是一大关键 平台锅可是有300度的高温 淋点油后 把锅贴整齐的排放在里头 一去装满就有120颗 再淋上一条水盖上盖子 靠着师傅多年的经验 火候时间的控制 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十分钟后盖子一掀开 哇哦 滋滋作响 香味马上扑鼻而来 用撇串轻轻地翻起 底部的焦脆就是好吃的象征 吃这里的锅贴 一定要沾上老板自制的蒜蓉酱 独特的香气 充分凸显锅贴的鲜嫩 外皮又脆又软 肉馅绵密细致 肉末香 酒黄香 还有带一点麻油的气味 就是忍不住多咬几口 就是好吃啊 肉喔 肉很多啦 料很多啦 鲜嫩多 皮酥 汤又好喝 吃过很多家 只有这家真的很好吃 它里面有汤汁这样子 我差不多每天都来这边吃 吃锅贴配什么最对味 那一定要来碗散辣汤 加血 豆腐下滚水里煮 木耳 红萝卜丝 丰富的配料一样不可少 加入黑胡椒等调味料 还有酱油调色 最后滚开前慢慢倒入勾芡 还要不停的搅拌 让食材可以通通融合在一起 最后淋上蛋花 热乎乎的酸辣汤就可以喝咯 软嫩的豆腐 鸭蟹 配上木耳 红萝卜丝 咸香够味 小小的店面 每到中午就会开始大排场囉 一份锅贴 一碗汁辣汤 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 即便是两岁的小妹妹 都天天吵着要来吃锅贴 好吗 吃 好酸 他很喜欢吃 没经过这里他就要来吃 这个味道还蛮适合我的胃口了 还有那个 但是没有那个葱 蒜 那个种味道 它是那个 酒菜 酒黄 我很喜欢吃这种 有可能有小姐吃到结婚 还带小朋友过来 这让我觉得很高兴 仍然人往的中和庙口 是在地人重要的聚集地 而这的锅贴 更把所有人都神神凝聚 再来 我会给你吃 我看你吃 我会给你吃 好 我会给你吃 我会给你吃